寄寇 别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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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寇 不成熟 故事有心解 老公有心翻 好 行了 太开心了 今天是好日子 三八妇女节 来吧 咱们甜甜蜜蜜好不好 来 自己拿 这有手筷的 来 往外撑 还有半根的 你看看 拿 都是你们的 我不吃了 我谢谢您各位 好 太棒了 太好了 对 这他们剩的 兄弟 这还有花呢 get hot 尝尝尝 看甜不甜 来 尝尝好吃不好吃 酸的 好 你生饺子 来吧咱们干点正事吧 哎 这个 你吃的我看着啊 好久没看见 这么多戴口罩的人了啊 切话少说 咱们得干正事的啊 别拦着我 嗯 斗大黄金印 天高够不拙 学会说评书 不干 装个叫活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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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起哄啊 我感慨非常 只能说呀 你们盼这一天太久了 再来一个吗 再 这玩儿没有再来一个人笑话 有 有 但是这玩儿 新年新气象也不是不行是吧 再 难难难道德玄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废 说天 耶 是不是发自肺腑的那么开心哪 是 我救不了你们了 给糖葫芦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下回啊 下回得来一碗面茶 开书之前先呼的脸上啊 行了 终于又开书了 这个 我这个人哪 我老说自个是个废物 为什么呢 就会三念 说书 唱戏 说像 别的手艺又不灵 也难得您各位这么支持 这么捧 我还得努力啊 这个 我其实从小是先学的说书 我七岁开始学说书 九岁说像 八十年代末开始唱戏 唱了五年戏 打那之后啊 又转回头来 又说像 这一晃这么些年 干别的也实在是不成功 也是您各位支持我 鼓励我走到了今天 这个说书呢 其实是分两种 就是在中国啊 咱们这个说书 咱不知越南说书怎么领啊 说书都说说书 哎呀这个说书的艺术家 那个评书演员 其实所谓的说书是分两种 一种是评书门的 一种是古书门的 评书门的呢 你比如说袁阔成先生 你比如说辽斋的刘立福先生 哎这个是评书门的说书 还有呢叫古书门的 就是您看是说书的先生 他那名字里边带个填字的 带个帘字的带个什么的 他是唱大古代说书 他那个书是一边说一边唱 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 西河大古书 烙亭大古书 东北大古书 他是这么来的 当然到后期呢 好多古书的演员呢 就不唱 为什么呢 他有时候带个弦麻烦 你挣钱还得俩人分 这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就是反正一个人说呢 他踏实 所以说好多古书艺人 到最后呢 就把这个古都放下了 专门的说书 所以说判断一个说书先生 是评书门的 是古书门的 你就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那么像我 我其实就属于是古书这一帧的 那我的评书的老文师 金文生先生 他呢就是连字的 您看是说书的人 哎 名字带个连字的 他们都是一辈的 连字望下 我们是增字的 增加的增 所以您看啊 这个说书的啊 搞取义的 甭管老头老太太多了岁数 他95 他名字带一个增字的 我们就是一辈的 是这么来的 当然有人话说回来说这个 有个老太太人90多了 名字带增字 你见面叫大姐吗 哎 我给你们先普及一下这个问题啊 按说这孩是有规矩的 你先进门那个六岁 他先进门 后进门那三十五 六岁这就是哥哥 因为江湖嘛 该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 这前提是得师父给你引着了 你看这个 甭管岁数差多少 你也必须管他叫什么 叫什么 如果有你师父这句话 必须照这个办 他说因为这个翻脸了 那他是外行 他不是干这个的 当然了 这个玩他是活的 你看有的呢 你私下里咱交情那么好 平时街口邻居住的也不远 虽然说在江湖辈上来说 咱们是一个字的 真见面你好意思吗 所以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 他是灵活的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个相上前辈田丽和先生 田先生呢 辈挺大 按相上来说 我得管人家叫师爷 田先生按说 比李伯祥先生 魏文亮先生都大一辈 但是人家关系好 所以人家拜把兄弟 他们是哥们 你看这玩意儿 在人家之间没有差一辈一说 这就是活学活用 你包括德云社有一个谢金 谢金你们有什么可乐的 少谢是吧 你少谢人家里辈可大了 他的曾祖父叫谢瑞芝 他祖父叫谢淑阳 他父亲是谢天顺 我管他父亲按相声门来说 我得管人家叫师爷 但是谢天顺先生呢 跟我岳父又令哥们 我媳妇打小 管人家叫大爷 你说这玩怎么令 对不对 后来人家老谢先生 谢天顺先生 带着谢金到德云社来了 我印象很深 头一次来 谢先生就说了 这是我是谢金 我让他拜你 来 跪着拜 我拿胡来了 那是对吧 我说您可不能这样 这咱没法令了 老谢先生说 那得了 咱们退一步了 你俩人算把兄弟打筋起 你是他哥哥 所以这么令的 少谢管我叫哥哥 但是这个是家里辈 他终归在县上界 才有个名分 可他这个身份 胎里带 打家里出来就是这个辈 你说让他拜上小局去 这不像话 是吧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月云鹏轰 让他拜上小局 这不像话 那怎么办呢 他必须是个文字的 我们这行来说 那会儿后台有李文山李先生 我跟李文山先生商量的事 李先生是王世晨先生的徒弟 王世晨先生相声巨人 能力最大去世了 让李先生做主 带拉师弟 让谢金算王世晨先生徒弟 就解决了他这个文字辈的说法 这东西它是既有规矩 还有使用方法 当然台下这个少谢里人永远就是哥哥怎么着 哥哥怎么着 但真写的像上家谱上规规矩矩的 人家是我师叔 那是两回事 其实啊 干我们这行 那行人没有人爱琢磨这个 真的 他不重要 还有一个 你后台都是干这个 你掰吃这个 会有人催你 真的 还你不是 你要自媒体 你可以是吧 你现在研究这个 发一个写个 那可以 干这孩儿的 没有人研究这个呀 你比如说啊 这个末代皇帝溥仪 他有一个妹妹 哥哥 人家是改姓金了 就是 清朝倒了之后 爱新觉罗不都改姓金了吗 人家这个 这奶奶 人家叫金蕊蝉 金老太太 嫁给京韵大古艺术家白凤鸣先生 人白凤鸣那个演出海报也没写着 皇儿是我大舅子 你有这么拎的吗 咱得讲理 对不对啊 天津梅花大古艺术家花小宝 嫁给了后来嫁给这个爱新觉罗普索先生 天津这帮唱大古的老太太也没说呀 皇儿是我大哥 没有意义 好多年前北京有一个小哥们 鼓曲的票友 二十出头 就爱这个 也拜师 拜师之后问他师父 你可现在我也有门户了 跟他们都怎么拎呢 他师父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我呀 我跟马三立先生 我管他叫三哥 第二句话 我管苏文茂先生 我管他叫大哥 这个苏文茂跟马三立就差了好几位了 人家老头的意思就是不用去拎 我管马三爷叫三哥 管苏文茂叫大哥 你还不明白吗 他徒弟就把头一句话记住了 他二十出头 我师父管马三立叫三哥 那就说我跟侯布林是一辈的 真是啊 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广德楼演出 他抱着孩子上后台串门来了 他跟我他是不敢的 我那会儿年轻的 他一直跟我很客气 抱着孩子过来 抱着孩子看见我了 快叫大爷 孩子喊大爷我 好 一回头都看见我媳妇了 抱着孩子叫姐姐 我媳妇也对得起她 我媳妇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了 一回头告诉她 玩去 那天到现在还没见识她了 也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 说这话什么呢就是没有意义 说相就好好说相 作意就好好作意 你整那些没用的让人笑话呀 我说着你们吃的别闲着 一会儿弄一手糖也是事 你们这表没有了 表呢 没有表我没法说 我数学不好 是不是很开心你们 开心 尝尝甜不甜 尝尝 尝尝 尝一口 为什么什么 为什么在口干 哎 好话 你是不是过马三爷叫三哥 就这个事能说猴歇个 就是后台这事 来菜点了吧 来鼓掌鼓掌 这就是我们这行的有趣的事情 我看你们大家对串闲话比听正文还开心 不能老串闲话 咱们得干点正事了 今天开始给大伙说一个大不头的书 就是三国 我就喜欢你们这个状态 什么都没听见了 就跟着喜欢 三国现在也没什么人爱书 其实在过去也没什么人爱书 为什么呢 你说 想当年 你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平书最兴盛的时候 其实呢 说三国的人就很少 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不挣钱 有说的好的吗 有 有说的好的老先生也不爱说三国 为什么呢 他说个三峡剑 说个七峡武艺 又轻松 挣的又多 他得活着 他不能因为我要偏学问卖能耐 你看我这三国说的 虽说没人听 带什么很尊重自己 一人往根上说是个卖艺的人 你坐在这又掉书袋 引经据典 你是过瘾了 家里还八口人等饭 咱得讲实话 对不对 所以说过去来说老先生有说 但说的确实不多 到今天更难说了 怎么呢 前些年可能您还得上书店去买一套三国看看 现在上网一搜 也不用花钱 你就看见三国的原文了 你这玩意儿你也不能瞎说 一个人瞎编 刘备一出场对过来孙悟空 你要说清朝末年 也就这么说了 现在的观众他不好骗 你看 那是咱们有交警 不是真的 你比如说清朝末年 民国那会儿老先生 两军阵前扒出宝剑来 扎他 扎的人肚子里边 再拔出来 又扎一个又拔出来 连扎三个这口宝剑不能用了 你这玩意儿 连扎三个人这口宝剑不能用 底下观众又这么听 为什么呢 先生还给你讲 人的体温37度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那个年头清末民初 你要给他讲这个 老百姓不得听傻了吗 体温37度 对扎一个37度 扎俩37度 越扎越热保健化了 现在要这么说 你们得报警去啊 这是诈骗的 但是咱换一个角度 你要说二十年代 对吧 三十年代初 你上哪说这个 他一定会有人信的 对不对 怎么说都对啊 而且现在各位 两军阵前 都来枪往齐 呱呱呱呱 他打动不了人 花一亿五千万拍一战争电影 你都不爱看 你怎么能看一个人坐着瞪眼说瞎话呢 平时这个行业不会特别的好 但是他也死不了 他到现在卖的是艺人个人的魅力 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所谓的三国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蜀国 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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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呢 这离咱们还挺近的 以河北这为中心 这边到长城 那边过了黄河 一直到陕西同关 这都是魏国的领地 蜀国嘛 四川啊 云南啊 包括陕西的部分地区 也算是他的 啊 吴就是东吴地区嘛 江苏啊 江西啊 福建啊 安徽 哎 这基本上嘛 是这么三国鼎立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大概一说 其实我不说 您各位都知道 那但是我还不能瞎说 我真怕你们拿手机搜去 所有的故事 它是有一个起因的 为什么好好的东汉 就突然间变成了三国鼎立 他还是由于东汉政权的腐败和没落 最重要一点就是朝中十常事作乱 十常事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太棒了 你说你们这儿的不听书干嘛去 十常事简单来说就是十个太监 听到心缝里边了 但是呢 这个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十个 它是十二个 可是呢 三国演义本身它就是演义 它跟三国志还是有区别 他拿这十个人呢 说事儿 常事呢 本身也是简称 这个太监的官叫常事 但是全称叫中常事 中间的中 经常的常 事奉的事 十个做中常事的太监 这么一说明白了吧 要不说说着玩儿累呢 我要说个聊斋咔嚓一打雷出一大狐狸可省心了 这个中常事这个官啊 其实在西汉的时候就有 汉朝分两块 先是西汉 后是东汉 这个各位您可记住了 有人一说说反了 东汉西汉 这个错误不能犯 他最早的时候中常事 他还不是一个有实权的官 他是有奖励性质的这么一个称呼 你比如说相声管理局副局长 比如说啊 工作很好 带着演员下去 什么慰问去啊 帮着农民伯伯除草啊 什么的 表现非常好 哎 这个副局长做的好 奖励他一朵小红花 这个小红花就是中常事 但是到了东汉之后 这个小红花 他成了一个岗位了 他不单纯是奖励你一个虚的一个空的荣誉上的东西 不是了 他有实权了 这么一说听懂了啊 哎 西汉的时候还不是到东汉的时候正经是个官的 而且最开始是四个名额 到后来越产生越多 哎 八个十个十二个 这个其实有很多大人物都曾经做过中常事 哎 有俩人一说你就知道 一个就是蔡伦 哎 蔡伦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歌曲叫十三香啊 就夸夸的蔡伦 蔡伦是宦官啊 蔡伦是宦官 当然了 这个造纸是他给人类的留的一个大的功绩 但是本人来说他是个大奸臣 蔡伦您记住了 他干了很多坏事啊 不是个好人 对这今天这书也不涉及他咱就不提了啊 还有一个人呢 也是汉朝的啊 这人叫曹腾 藤空的藤 他是中常事 他伺候了四个皇帝 这个不容易啊 半军如半虎啊 四个皇上都看得顺眼 这得夺得的艺术水平 这个难了 一人难存百人心 守着皇上 那哪有准仆啊 伺候四个皇上 而且这个人呢 很清廉 就这么高的身份 从来没干过为非作歹的事 朝野上下都说这是个好人 啊 还有一媳妇 有人说这宦官怎么有媳妇呢 哎 他在宫里边有一个宫女姓吴 吴 吴氏 他们俩人呢 这叫对食 哎 看明清电视剧都知道哈 宦官无妻 宫女无夫 深宫内院 这个太寂寞了 其实各位您说真哪位 比如您各位啊 谁选上进宫 跟皇上过日子去 这 皇上一看还挺好 这个戴着口罩 拿着糖葫芦 这可以啊 如果真选上还行 就怕那个选上之后到皇宫 皇上把您忘了 你天天举糖葫芦 坐着哭去吧 是不是啊 那个日子就没法过了呀 啊 所以怎么办呢 天长日久 有的时候呢 这个 就难免互相之间寻找一种安慰 哎 这太监跟这宫女 俩人得了 挺好了 咱们在一块吧 这宫女给太监洗洗衣装 这个跟他一块 俩人坐着吃个饭 这叫对食 包括到明朝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皇上还主动的跟他们说 哎 这也不错啊 你得着吧 这都真事 这都真事 啊 所以说曹滕 他有一个对食的媳妇 啊 姓吴 吴氏 到后来曹滕去世了 他死之前 他这个身色很高 他不光是中常侍 朝廷给他很多的封赠啊 爵位 这个爵位需要有人来继承 宦官也没孩子 但是他有个养子 就是家里边哥们兄弟谁家 他这这给我吧 算我儿子了 啊 就这么一个叫曹松 松山少林寺的那个松 哎 这曹松把他爸爸这份荣誉 什么叫小红花全拿过来了 但是没有他父亲这么连结 啊 有身份有势力 况且他不是燕人呢 所以他的想法就多 家里很有钱 后来这个曹松有五个儿子 大儿子呢 小名叫吉利 大名叫曹操 大伙这就理解了 哎 提前铺垫一下 让您知道知道曹操的来历 这是他们家的绅士 这个太监呢 历朝历代 为什么很多时候 呃 严禁宦官干政呢 就在这 你别看他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 你哪怕是大将军 你是定国王 你是什么一品大元宰相 你有的时候你弄不过他 他天天跟皇上在一块 有时候千万不要小瞧 你比如说咱举简单例子 西太后过生日 啊 那个外省官员进贡 送什么呢 三尺长的珊瑚一对 哪个年头啊 珊瑚三尺长一对 这不是现在你更不好弄了 保护动物了啊 那个年头来这么一对也不容易啊 哎 送到宫里去 马上要进往里边送 咔嚓掉地了 摔碎了一个 这官就啥了啊 之前都写上了啊 亲爱的西太后 亲爱的老佛爷啊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晚人给您送了这个一对珊瑚 一对珊瑚到这改一个来得及吗 也没有送单的呀 是不是啊 这就吓啥了啊 旁边说大太监总管一乐不叫事儿 别看这碎了 不知道今天 哎呦你有什么办法啊 扫了扔了就得了呗 扔了不行啊 得给西佛爷看呢 好 万两白银 我帮你处理这事儿 好好好 我愿意出出万两 好坐着坐着给汽水啊 拿块点一下啊 让他先坐会儿 哎 喝一杯茶 喝不下去 喝完之后您看这事儿 走咱们看看去吧 领着他出去到那一瞧 好家伙 摆上了一对 这钱花的就值 那怎么回事儿呢 库里边这样的珊瑚有的是 打仓库里哪俩来摆着不就是了吗 给西太后一看就是他送来的 西太后还能守着吗 行挺好拿走吧 就拿走了 这是花钱买到 对吧 光绪皇帝结婚 大殿里边九盘苹果 这九盘苹果每个里边是九个 都得要整个的大个的通红的 一点咋不能有 越往上那越大 顶头那九个那尖 这么大根打红苹果 都摆好了 这请皇上 负责这官姓蒋 蒋 蒋的人这等着了 再一回头 这九盘苹果上面那九个尖没了 你大苹果那最大的那个 这九个没了 这会儿皇上要进来 您这算怎么说呀 对不对呀 旁边太监 就这么看着你 蒋的人乐乐 一伸手打回来往外掏 大苹果九个 啪啪啪全摆上了 这还不是刚才丢那个 是他自己准备的 回头就告诉 这太监 老兄您草帅了 就知道你得这样 我早有准备 是吧 就是那会儿人防太监 防成这样 何况东汉末年 他是十个大太监 村同一届 那东汉江山 他是怎能不亡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支持 短视频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感谢新浪新闻 丁丁接电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